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三节的我与动物同学 我的动物同学,sorry 继续有我Mika和我们的嘉宾白士 去讲他动物传心中间的过程 有一些分享的 其实很搞笑,我也想问你 你传心这么多次这么多年 通常动物的同学主人 家长通常问什么问题 不如说一些搞笑的东西 有些人会问 这条动物究竟是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多一点呢 像小朋友的父母 动物有时会笑主人 他就会说 离谱的,也很问的 然后我就会照版主 会写回报告给家长 他就会笑你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笑你很问这么笨的问题 其实动物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动物是,动物都有偏心的 但有时会觉得问这些问题 很小孩 很小孩啊? 其实他也有偏心的 很像人那样的 他有偏心 但有时他就觉得 动物可能会觉得 你浪费了这些问题 你想问我 有时动物会说 他想说那些东西 你又没有问 你喜欢吃这种零食 还是各种零食 那些东西 不是真正关心切身的问题 是的,其实动物都有自己的 agenda 他也想说一些东西 不是的 不是你问完那些皮毛的东西 他觉得文章是无谓的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他们会问的 其实他们可能会问的是 你开不开心 你身体哪里不舒服 或者是你最想和爸爸妈妈 去做些什么 这样 通常都是问的 其实通常有没有试过 那些动物不肯回答的 有些动物就是会顾着有意言他 这个可能是他的性格 例如举例 那只狗很怪的 常常会吠一些邻居 我想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旁边的妻子 又没有得罪他 他会无端端吠别人 吓起来 我就问一只动物 那只狗 为什么你这样 他又不出声 我会用我的方法去问他 他说你不出声 就是说你物形 还是你想不到怎么回答我 之类之类 那可能他真的不懂怎么回答我 那后来他可能就说了一句 是这样 他说 男人是这样的 为什么那么man 是的 男人是这样的 我喜欢吠 那就吠 那你便觉得 咦 那后来和家长说 他说 是啊 我的狗其实我常常觉得 好像一个伯府 那么有性的 叔父 他真的是这样的 他真的好像要显示一下他的存在 我地盘 你走过我要吠一下你 急着觉得原来真的是这样的 他真的不回答 他不回答其实 他可能觉得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他觉得很自然 我要吠 我要表达了我的存在 我的意义 我的功能 我就吠了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案子很搞笑 就是我就是这样的 你问了什么 我就是这样的 你呼吸我都要问吗 我好像说了一句 我记得我上次还说 他说你这么属苦的 我也觉得有时全身不是我问他回答 因为其实有时未必是问答 有时可能是家长有些东西想说 想说给那个动物听 有时可能是有些问答 比如我问完他之后 我可能都要回答自己的意见 还有很多时候那些人问的问题 家长问的问题很复杂的 我想知道他喜欢去吃A这种零食 还是B这种零食 还是其实他不喜欢吃零食 他喜欢去C这个公园玩 我觉得这么复杂 你不要说我觉得复杂 其实动物都觉得 你这么多东西 我不知道想问什么 我会将他的问题细分 还有有时可能动物回答了一些东西 但可能我觉得主人一时之间 未必会理解 我会再去追问 就是我会打烂了一盆问道笃 因为可能我知道而已 我明白而已 但可能我的客人 即我的客人会不明白 于是我就会帮他们的手 是问得再详细一点 那即是其实每一个Case都要个别处理 也不可以说表面看这么复杂 表面看这么简单 因为其实你有些东西 可能要再跟主人 或者跟客人去谈 没错 试过有没有一些Case 你是很难才成功 或者简单说 有没有试过失败的例子 有没有试过失败的例子 反而是有些动物是一句起两句子 那你就要再详细一点 比如可能你问他一些东西 他可能答了一两个字 他说那是什么意思 那即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可能主人想问动物开不开心 他说都是这样 那即是怎样 那即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他就回答了你 我可能说 慢着 我觉得你回答了我 但我不可以收货 因为主人真的很想知道你开不开心 关心你 如果开心 最好不开心 他看有什么可以帮你 他就说 他回答得很好 他说没什么开不开心 有得吃就吃 有得睡就睡 我都会觉得我可以接受 他这样说了可以接受 因为可能人也是 不打一份工而已 有粮出就可以了 有些答案是这样 你发觉其实在问的国内场里面 其实他们都可以回答一些东西 很像我们人说话 其实一样 有些人很满意他的生活 当然开心 有些就没什么所谓 睡醒就吃 吃醒就吃 吃饭就睡 就是这样搞笑 其实动物可长可短 陪伴我们的时间 可以是狗的十几年 或者仓鼠的可能两年 其实中间 很通常我们都可能要面对 我们自己的动物 都会亲人的 跟我们这么久 而他们的离世 其实在于你 你这么有丰富经验 其实可不可以说回呢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 其实怎样容易点去面对 或者处理 他们这么亲的动物 离世 很多时那些动物 他们不是那么害怕死亡的 可能人类对于死亡 因为死亡都不知道 人类都是很害怕的 动物就不是的 他们很化的 而且他们不知道 他们之前前世是做过什么 而且他们都是比较各知的 他们知道死亡只是一个阶段的完走 然后接着去下一站 但我看到很多案子就是 那些家长是会想方设法 去帮动物延续他的生命 又去给很多抗生素去吃 一会儿又去做什么手术 其实动物是很辛苦的 动物是很辛苦 因为他都要受到这个肉体的煎熬 他都很辛苦的 但动物都会配合的 因为他知道 他做了这些东西 爸爸妈妈就会开心了 而且他们是不想爸爸妈妈 看着他们死 或者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于是他们就会在那里挨挨挨挨挨 但其实他们觉得 死了可能更好 因为死了之后 他们就会结束了一个身体的痛苦 重新来过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挨挨挨挨 我觉得这件事最重要是放下 其实对人也好 对动物也好 我都是要放下 因为我们要知道 死亡不是终结的时候 我们反而开心 很开心就是 他在这个世界的这一生 他作为我的动物朋友 他完结了 毕业也好 或者他完结这个课程 他去下一站 好啊 那我应该是宽送他 还有我自己应该放下 因为我知道有一件事 是永远都在那里 就是我和他之间的爱 这件事是不会死的 虽然肉体是会化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爱是永远的 其实他只要随时想起动物 那些动物都会知道的 就是那个动物的灵魂都会知道的 就算他转了小也知道 对了 他都知道的 其实他是知道的 其实如果主人或者家长 他未必能够放下的话 动物其实都会有一部分的云魄 是可以陪住家长的 其实他是知道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拖欠 好像鬼秘一样 就是要放下 自己要放下 是要离开 所以我觉得其实 越快离开是好 而且接受了就是 死亡不是终结 明白 因为我也听过很多朋友 他很努力去延续 他的动物的寿命 但是其实见他真的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接着动物走了之后 他又很不开心 就是两个极端的 一些就说 我以含养了 很伤心 然后一塌起来 就泪眼黏黏 然后就立刻滴眼泪出来 这个明白 他们感情很深 但是另一个款就说 我快快养回 另外一只同款同样 同种的回来 先忍住 好像变了做代替品了 那你对这个 又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其实对 那个代替品 所谓代替品 是很惨的 首先他不是代替品 他也是一只独立 是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 像是猫 有自己的猫生 的一只动物 我觉得其实 我也遇过一个 这样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人 他之前的爱猫 就死了 很伤心 接着他有一天 就发现到一只猫 跟他那只爱猫 模式 样子也有点似 于是他就觉得 嗯 我要养它 但是他就不知道 为什么 就将他 以前死了那只猫的名字 安置了 在新的那只猫 那已经很奇怪了 但问题呢 他最初真的很疼 他很疼 但后来 他就在那里 慎 他说 以前这只猫 吃完饭之后 是很干净的 吃饱才行的 而且这只猫是很坏的 吃两食又走了去了 接着又放下了 那些猫粮又搞到周围都是 接着又要再吃第二餐 很烦 我觉得不是的 这只猫和那只猫是不同的 虽然他的模式很似 但是其实他们不是 同一只猫来的 那如果你再要求他的话 他的阴影是很大 那接着呢 他就要求我 就跟他这只新的猫 去传心 那这只新的猫 就直接是 一开始传心 就哭起上来 哦 很惨哦 他觉得自己是 其实他都很尽量去 讨好爸爸 但是他无论做些什么 爸爸都会说 他没有之前那只猫那么好 他觉得自己很惨 这次那些男女朋友的恐怖 就是我现在 很多男人就想找他以前的女朋友 初恋情人的影子的嘛 大家看电影都看得多了 我以为跟着新女朋友 又要跟他以前的女朋友的发型 痕迹什么都要跟着 然后反过新女朋友 迎合那个男人 就做很多改变 但是其实都很委屈的 好像难为了家数那样 没错 其实同一个情况 是可以在猫那里发生的 没错 其实这个家长 其实他的立心是不好 其实他没有摆下 他之前那只死了的猫 然后他将这件事 投射在他新的猫里 其实对他自己也不好 对新的猫也不好 我想让人听到结局是怎样 怎样 那只新的猫是死了 屈死了 没错 他是屈死了 因为他觉得他无论做什么 爸爸是不喜欢的 结果他发觉 很忧鬱很忧鬱 他结果就是死了 他结果是很多餐都不吃东西 然后他就躲在 去了不知其他地方 躲在附近的地方 最后发现他死了 就是死了 哇很惨 但是他的听说 他的父亲从此生了你 是吗 他也是的 其实我自己也会这样看 其实我觉得 我是要很如实地 将动物的意见去反映 我也不可以 因为要讨好客人 而去说他刚刚听的东西 但是我也觉得 我要向猫学习 有一个被土缘的勇气 就是其实我觉得 那个家长是被人刀穿了他 就是刀穿了他 就是有个偏心 他之前的猫 和他对现在的猫要求太厉害 这一样东西 那他自己有时的面皮 拉不下去 那我希望 我都会祝福他 我希望他终于学到 这一样东西 那又有一件好事的 就是我 两年前 在街上遇到这个家长 他主导和我打招呼 那他识坏了 我觉得他 somehow有点释坏了 他最初都不是很幸运 但是他今次和我打招呼 我觉得 我的心都觉得 好像又松了一点 都很大责任 虽然我们大家可能觉得 动物传心师 或者动物传心员 原这个工作是 其实很轻便 你只是作为一个桥梁 去帮动物传达信息 给主人 这样 但是其实 背后有 很多不同的东西 都会牵涉到他们的生活 情感 所有的 开不开心 其实都很重要 其实 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 我也想了解一下 因为 又是一个人 我们人有很多想法 好像 你今世和我是夫妻关系 下世我们都要做夫妻 是否很多的家长 都是很想 他的动物死了之后 我们下世再回 你又再回回来 我很多时都会见到 这些家长 他们可能 只动物走的时候 哭了 你记住 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再做什么 我觉得有时 我觉得太多了 老实说 因为我觉得有时 那只动物 可能有自己的学习计划 或者他可能去海外升学 也不一定 是吧 我觉得 或者他下世 不要再做动物 我觉得你有时 这样说的时候 你真是放不下 那只动物 会影响到 那只动物 那个走得没那么顺 还有究竟 他会不会再回来 其实做了很多影响在里面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个人会平常心一点 我们其实这一世 真的爱得很深 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跟你说 或者跟你爱 或者相处的 那如果你的计划里面 即你的灵魂计划里面 你是会再和我再续前缘的话 我当然开心 但是就算不可能再在一起 我都会永远祝福你 还有我知道我们的爱 是会永远在一起 那就可以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比较轻松 和放开去对待这个 就是从未再生 所谓的 incarnation 那样东西 明白 那其实简单地说 其实这一期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同伴 我们的同伴可能是 这一只猫 但是下一期的话 大家都会进化的 大家都会学习 都会改变的 那可能下一期会是 另一只狗呢 又会是另一个老师呢 或者另一个同学 我们没有人知道的 那其实是看我们的方向 和我们的学习 其实简单地说 其实应该是珍惜 每一段关系 无论你是同人的关系 或者同你动物的关系 都好 其实每一刻 你都是分享着你的爱 和关怀给大家 这个已经是永恒的 那所以基本上 就算他肉体走了 其实他的灵魂 可能某一部分 其实都可能会 还是在你身边周围出现的 其实你会感觉到 因为又说回先 我们之前那一集 讲过是天使卡 又或者是大天使卡 其实我也抽过 帮那些客人抽过一些卡 其实就是说 他们去世的动物 其实是说在他身边 去祝福他 照顾他 而刚巧得那么巧 那个客人都跟我说 其实是呀 我小时候养过那只猫 或者养过那只狗 其实我都很想念他的 那其实我说 其实他从来没离开过你 他始终都有一部分 是在你身边周围出现 那所以其实 你需不需要再去找 一个替代者 去完全吸回你的旧猫 下去 这个一回事 又或者你再 需不需要 要下世我们再在一起 又另一回事 因为其实爱 选老套一点的说 其实是永恒的 就算我们死了 这个爱的能量 其实都会围绕了我们的身边 是呀 很美的 这个爱的能量 是很美的 就是很开心的 我觉得是 我们信就可以了 我们信我们这个爱是永恒的 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有一个肉身 或者一只类似的动物 在身边 其实是最重要 我们的过程 同在的过程 其实就是会享受大家的存在 去珍惜这段关系 我想无论人和动物 这件事其实我们都要记住 记住 那这集的我的动物和我很开心 有百事和我们分享了 他这么多的智慧的经验 和都很搞笑的经验 那我也都欢迎大家在YouTube那里 就留回你和你的动物的相处的经过 或者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你都想我和你们分享 在下一集那里可能做一些follow up 都欢迎的 又或者你有什么新题目 你有什么新兴趣 知识想我在这里和你们再分享 那你都可以在YouTube那里 就写出来的 因为我们都是互动的 有你们的参与 我们的节目才会越来越成功的 那在这里再次多谢百事 今天用了这么多时间 做我们的嘉宾 分享了他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那多谢你先 不用多谢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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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